每年的中原普渡新竹一名廟都有神豬大賽 是地方上的大事 不過今天卻有客家大佬 還有動保團體公開出面反對 他們認為為了比賽 養神豬都強迫灌食 限制豬的自由 甚至在宰殺的時候 很不人道 太過殘忍了 所以他們立刻呼籲 應該要立刻廢除神豬比賽 不要再虐待動物 一隻隻重量都超過上千斤的大神豬 就是新竹地區的客家鄉親 為了敬拜一名爺所飼養的 不過動保團體拍攝影片 指出這些神豬從小就要嚇哭 展開無法動彈的生活 並且持續不斷被強迫灌食 從來沒有接觸過自然環境 等到要被宰殺時 也完全沒有用人道的方式 直接被刺破喉嚨放血 面對這樣的傳統文化 連客家大佬都認為 應該要好好改革 長期追蹤神豬議題的動物社會研究會調查 全臺五十六家一名廟 高達八成沒有比賽神豬重量 只有少數六間的一名廟 還會出現重量超過一千斤的神豬 動保團體強調 不是反對傳統文化 而是反對重量比賽 其實養神豬最後的發展出 有人專門帶養 變成商業行為 這也讓傳統的比賽變質了 這次出面反對比賽神豬 並參加連署的客家人有一百七十七人 他們也都強調 一名祭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客家信仰 但是要祭拜一名爺的方式有很多 用不人道的方式養出來的神豬根本不健康 而用不健康的神豬獻給一名爺 真的會讓一名爺開心嗎 記者 李金門 彭耀祖 台北報導